去年0206南台大地震造成永康区微观大楼 东区大致市长倒塌严重 而两栋大楼都市更新重建案于8月底审查通过 今日在代理事长李孟宴 台湾银行董事长吕吉成 微观更新会理事长杨林婷 及大致更新会理事长李明图 共同签署重建都更案合作异象书下 完成重建最后一礼入 两栋大楼预计今年12月动工109年完工 李孟宴表示 感谢外界热心捐款与帮助 让地震受灾户回家之路人加速完成 他也感谢台湾银行愿意提供9成的贷款协助 完成重建最后一礼入 他表示 那我们觉得经过接触 也觉得是台影是最有诚意 来帮忙这个贷款案 也非常惊喜的成果 就台影愿意提供9成的贷款 相关的这些条件都非常的宽厚 那么其中微观是3.2亿 3亿 那么大致是3.2亿的这个贷款的额度 那另外贷款的利息的部分 也施工期间的利息 就由市府这边来补贴 那完工以后的利息 我们重建就是会以最低利的 完工以后就是0.56的这个非常低的利息的一个贷款 杜发局局长庄德梁则指出 这次重建微观大楼部分将有48户高15层楼 大致市场则是48户高9层楼 而市府将提供微观大楼1.6亿元 及大致市场0.98亿元补助 而梁东大楼更新为理事长也感谢外界三款援助 帮助与帮忙加速重建进度 希望藉由这个签署 那由台湾医航这边来协助我们 让我们早日重建 那住户早日完成 那在此 请代表大致更新会 全体会员 那感谢各位 一切的一切都是归感謝社会大众 没有社会大众广化爱心 没有台南市政府赖清德院长 跟李孟一市长团队来帮忙我们 我们是没有办法 这么快在短时间从苦难中跌倒中站起来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另外贵连区幸福大楼重建部分 督发局表示 将才一般重建方式进行 目前建筑设计完成并升起执照 重建贷款也获台银同意核贷完成 预计下个月底工程开工 记者杜兆花泰南采访不到